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受到连日与世影响,中南部地区多处乡镇都发生淹水灾情,国军弟兄也大规模投入救灾行动,当中有不少军人放弃自己的假期,奉命到灾区抢救。 一位女网友在脸书上分享一段影片,表示自己的军人老公好不容易放假回来陪小孩,但是被找回救援,孩子缠住爸爸不让他走,又哭又闹,让网友看了表示这些军人辛苦了,给予最大敬意。 这位女网友在脸书社团海军陆战队,永远忠诚贴出这段影片,表示这就是军人的使命,即便放假还是要随时听后上方指令。 影片中这位核心事官放假回家,年仅三岁的女儿非常年爸爸,原PO也说之前每次老公收假要回军中,女儿都会难过很久,这次好不容易盼到心爱的爸爸回家陪他, 但是风在重创中南部,爸爸被照反投入救援,女儿当然是又哭又闹,片中可见女儿抱住爸爸的脖子大哭,模样可怜,虽然爸爸百般温柔地哄女儿,但女儿就是听不进去,只希望心爱的爸爸能够陪在身边,还抓住爸爸的军人识别仍不放,不肯让爸爸出门,令人看了不舍,不少网友看完影片直呼辛苦了, 同样也有军人家属的网友也表示深有同感。